12月中我們希望能夠達到6成以上的 第二劑的覆蓋率 12月中可以到6成以上 那第一劑現在就開始會有一點 再要努力的去推 是 因為我們以前做過調查 大概調查過大概有意願施打的 大概是77% 第二劑的部分 對 所以77是我們一個門這門檻 是 部長 因為現在確實是已經有開始發展出 這個像高雄啊 說這個打疫苗送米 部長贊成這樣子的方式嗎 他是針對高零的 當然是針對高零的 但是就是有發生這樣的狀況 就是促進意願的部分嘛 那我覺得促進意願有兩種 一個當然是附加更多的誘因 但其實另外一個就是不要把 我們現有的狀況給污名化 剛剛部長自己講到極其品 我也一直很想就這個例子 公開發言一下 我覺得其實像我作為一個採買家庭用品的媽媽 我一直很想舉例這種生活例子 比如說像我家就是有喝牛奶的需求 那我看到了我家的牛奶要沒有了 我就去超商買想要買牛奶 結果一看這個牛奶剩下 哇三罐一二三 孝琦剩下三天 所以作為一個媽媽我就要思考 我到底要先買了這個剩三天的牛奶 可以馬上回家明天可以喝 還是我明天就沒有牛奶可以喝 我要判斷一下嘛 那我經過判斷覺得我家喝牛奶的速度是 我想三天之內我應該喝的罐一罐 所以我買了一罐 我也不是直接買三罐 部長 你覺得我這個媽媽當的怎麼樣 勤儉持家很有規劃吧 我想 這為什麼會是 我剛才講比較不好意思啦 大概不是只有蘇委員這樣的 所有的媽媽都非常的注重 這相關的安全 都會像委員這樣來做規劃 這剩三天的牛奶會壞掉嗎 這個喝掉 邱醫師在這裡 這孝琦存三天的牛奶可不可以買 不是當然很好嗎 這是很好的牛奶啊 他就是一個可以喝的這樣的狀況 我實在是不懂 為什麼社會一定要有人把這樣的物品 我們辛苦去買這樣子的物品 要把它污名化要讓別人不敢打 這個是我覺得我們在控制這個 移民眾施打意願的時候 一正增加誘因 一反 這個要對抗污名化很辛苦的地方啊 但是從這個例子我們繼續來看的話 其實我也想跟部長討論的是說 會不會有一種思維是 我們現在每天都看到佳麟 其實是真的是很開心 因為這樣子的成績是大家的努力 可是反過來講 正因為部長也在在的說 國內外的疫情不同 所以我們的邊境管制政策也會有不同 所以今天討論很多的就是拿我們 跟其他日本啊 美國來做比較 不然我倒是有另外一個想要解釋的方法 不曉得你覺得這個方法如何 不然我們很久沒有公開討論這個流感疫苗的 流感的狀況了 不曉得本季的流感的狀況有做統計了嗎 還是說秋冬還沒開始 就是這一期的當然還沒開始 那10月以前我們還是應該是來維持一例重症一例死亡 流感的部分 那這跟前年去年沒有戴口罩以前來比較的話呢 我們再往前的 再往在COVID-19開始前的那一年 我們死亡了161人 該年 對 年死亡了161人 流感死亡的人數 再往前200 然後再再過來 我們最高到大概2015那時候大概有死亡都500 可是坦白講社會並沒有恐慌吧 這個數字 並沒有造成恐慌 我們雖然為逝者哀悼 可是社會並沒有恐慌 那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如果 那我們現在這個打完兩劑疫苗之後 突破重症和死亡率 部長這邊應該也一定有追蹤吧 對 在目前來講我們這邊當然因為我們的疫情 非常相對平衡 所以突破性感染不多 突破性感染不多 那如果從 到重症和死亡率呢 打過完整兩個我現在熟了沒有 但是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有打過這一劑的 那好像沒有看過完整接種的 完整接種的 目前甚至還沒有看到重症和死亡率 所以這個數字可能有兩個意涵 第一個是 打完疫苗之後 確實還是會有重症和流感 重症和死亡率 但是其實發生的機率不高 所以疫苗有保護效率嘛 那第二個是我想討論的是 其實大家很多人會說 其實未來這COVID-19會有流感化 這樣子的狀況 那我們有沒有考慮在心理社會的 在社會的心理建構方面 也要讓大家逐步的習慣 大家逐步的認識 這個疫情 這個病毒可能未來會跟大家是一樣共存的 可能會長期存在在這個社會 它有不幸會發生 但是我們如何盡力避免 並且 並且 我們新的生活規範要怎麼指引 因為我覺得這個心理障礙 這個心理的攻防 如果沒有辦法建構起來的話 坦白講 我們要 我們現在很難啊 我們又要跟國際對抗病毒 但是又要同步要求跟國際接軌 這樣的生活狀況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矛盾的狀況 那它的矛盾產生會是在於 因為國人其實我們非常期待 我們也很習慣是一個家齡家齡這樣的狀況 所以有沒有 衛福部這邊有沒有討論過 或指揮中心這邊有沒有討論過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建構 大家未來對社會的認知 因為也許這樣我們的邊境政策會有不同 對 當然邊境 以整體疫情的發展而言 當然邊境會越來越鬆 只是在怎麼樣的一個時間點 跟國內的我們的保護力到達什麼情況 才來逐步來開 那顯然很清楚大概過二年後 我們對於經濟活動的 會相對的先鬆綁 部長 所以您剛剛也講到了 就是國內的保護力 其實是跟邊境管制是最大的 這個相關聯性的因素 所以其實我覺得 與其說什麼送米啊送其他的 其實最大的誘因 就是讓這個消息 能夠有更多的人知道 我覺得也許這樣的狀況 是讓更多的民眾 會鼓勵自己的家人去完成第二劑 以至於提高整個社會的疫苗覆蓋率 那我們就可以往正常的社會 正常的生活模式前進的一個 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在這裡建議衛福部可以繼續 往這個方向去推廣 讓大家知道 我們努力 好 謝謝部長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蘇委員 現在請邱太元邱委員發言